每日福音 那时 玛丽亚一直站在坟墓外边哭泣 哭着探头往坟墓里看 却看见两位天使穿着白衣 正坐在原来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 一位坐在头边 另一位坐在脚边 他们对他说 妇人 你哭什么呢 这妇人回答说 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了 说完这话 他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没有认出是耶稣 耶稣对他说 妇人 你哭什么 你找谁呢 妇人以为 这个人是个园丁 就对他说 先生 如果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好去把他搬回来 耶稣对他说 玛利亚 他转过身来 用希伯来话叫他 拉布尼 意思就是老师 耶稣对他说 不要拉住我 因为我还未生到父那里 但是 你去我的兄弟们那里 对他们说 我要生到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那里 生到我的天主 也是你们的天主那里 于是 玛利亚 玛达勒纳跑回去 把这消息告诉了门徒 他说 我看见了主 他还对我说了这些话呢 在今天福音最后提到的这一句 我看见了主 这是玛利亚 玛达勒纳 宣报基督复活的 最佳典范 他与复活主的相遇和转变 是值得你我学习的 在起初 他哭着去寻找耶稣的遗体 后来他迷惑 寻找一段曾经熟悉的关系 到了最后 他服从 不再寻求过去 听从复活主的派遣 转向门徒们宣报喜讯 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 就如同玛利亚 玛达勒纳一样 耶稣陪伴我们的人性 引领我们能够脱离自我 并且不断地在圣神内更新 在超信的信 望 爱当中成长 最后走向天父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我们不妨默想一下 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愿意 珍惜生命中愉悦的挑战 自我成长 并与基督更亲密 更认识身为基督徒的意义 和幸福吗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